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印象 最近这一两年街上的帅哥美女变多了 因为大家都戴上了口罩 这可能是新冠疫情带来的最意想不到的一个副作用 大家好,我是未知超 今天我们来说说口罩为什么能够提升颜值 口罩可以提升颜值吗?当然可以 台湾乐天女孩林香戴上口罩看得我心里小鹿乱撞 摘下口罩之后呢,小鹿吃草去了 1818黄金眼的郑女士摘下口罩前 郑女士你说的都对 摘下口罩之后呢 那该讲道理的时候咱们还是要讲点道理的 这些是个案,有没有统计数据呢?还真有 2021年有几位美国科学家做了个实验 正儿八经地研究了口罩能够让颜值提升多少 大致的结果是这样的 对于颜值比较低的面孔呢 戴上口罩之后颜值平均大概能提升40% 对于颜值中等的面孔呢 戴上口罩之后颜值平均大约能提升20%左右 而对于颜值比较高的面孔呢 戴上口罩之后颜值平均大约能提升6%到8% 看来口罩的确是缩小了人们的颜值差距 戴上口罩之后大家都变成了帅哥美女 那么这样一来跟真实的颜值一对比呢 本来就是帅哥美女的那些人相对来说就吃亏了 他们只是变美了一点点 而那些本来长相有点不尽如人意的人 戴上口罩之后收益是最大的 比如现在屏幕上你看到的这张图啊 就是他们这个研究里边用到的一张低颜值的面孔 在研究里呢戴上口罩之后 这张脸的吸引力数值上升了71% 颜值提升的确是非常明显啊 那你现在看到的这张图呢 是一张中等颜值的面孔 在研究里戴上口罩之后 这张脸的吸引力数值上升了29% 你看本来颜值还过得去的 戴口罩和不戴口罩对比 落差好像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然后现在看到的这张图是高颜值面孔 在研究里呢戴上口罩之后 这张脸的吸引力数值只上升了11% 颜值提升的幅度就更小了 但我咋觉得颜值好像还是提升了挺多的呢 大概东西方审美有点差别吧 这个研究里用到的这些图片呢 都是从一个数据库里挑选出来的 涵盖了高中低颜值 批示出了戴口罩的效果之后呢 让参加实验的这些人去评价戴口罩和没戴口罩的颜值 然后统计出了上面的这个结果 那为什么口罩有提升颜值的功效呢 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 在面部结构测量方面非常权威的一位科学家 莱斯利·法卡斯做过一项研究 他比较了漂亮的面孔和平庸的面孔区别到底在哪里 他的结论是一张脸好不好看 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口周区域 也就是嘴巴和它周围的这一部分 比如说从嘴唇到鼻子中间的这一块人中有多长 比如说嘴巴有多宽 比如说嘴唇有多突出等等这样的一些特征 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一个人到底好不好看 这个结论其实是很有点反直觉的 我们平时总觉得眼睛对于颜值的贡献是很大的 美不美看也没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吧 但实际上根据法卡斯的这个研究结果 嘴巴周围的这一部分长得好不好看 比眼睛更加影响颜值 一张好看的脸和一张平庸的脸 在眼睛周围这一部分实际上区别不是特别大 所以口罩之所以能够提升颜值 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它遮对了地方 口罩遮住了口周 这就让我们判断一个人颜值的时候 没有了最重要的线索 于是我们就开始发挥想象力 脑补出了一张张高颜值的面孔 好 以上这些就是与口罩提升颜值有关的一些科学知识 相关的学术文献我列在视频的最后了 供你参考 我是微知超 我会在这个频道里持续输出我的三大爱好 心理学读书和电影 读书和电影最近讲的比较少了 过一段会补上一点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关注点赞收藏和评论 这对我非常重要 也请你去关注一下 我在B站课堂开设的视频课 心理学通识与心知 已经完根了 谢谢你的支持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发行